大人, 我想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早兩天你在街上 看到妻子玲瓏化了這麼醜的妝 你選擇躲在嘯嚴出來提醒她呢? 我是一個知書識例的讀書人 不當面擦穿夫人 就是因為想給她兩分薄面 不用她在當做面前出醜 那她最後不是出醜了嗎? 你這不是知書識例 你這叫虛偽, 大人 其實你老婆出醜 跟這案子有甚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 大人的行為證明了 人有兩面甚至乎多面 口說的話要起碼打個七成 是不可信的 這就叫表女不一了 按照你所說 就是林慶所說的話也不可信吧? 沒錯, 你… 你別罵你未知發生甚麼事 所以這個世界上 唯一下觀的只有證據 宋卓師, 你這麼想說甚麼 你可不可以直白說呢? 我讓你弄得不太明白 待會兒啦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